阿周 這邊 對這幅作品怎麼看 什麼啊 整齊了阿賓子 刺激寶 還有什麼 那阿俊 哪個Q過來 聽沒聽過 阿周 不是 這個是新達達主義的代表畫家 月春大師的作品 叫做《時代的孤席》 一說起新達達主義 我就要跟你說一下達達主義 在1916年 一班藝術家在蘇維世 因為不滿 一戰對歐洲的破壞 所以他們創造了藝術的流牌 他們反對一些約定俗成的藝術標籤 反而是喜歡一些比較隨心所欲 積慶的創作 就像這幅畫一樣 行行行 不用說那麼多了 那個人買吧 哦 哦 這幅畫呢 就是這個價錢 十皮 給不給嗎 咦 馬上開了檢查給你 哦 好啊 多謝你阿周 下次見